哈喽,大家好,吉祥如意 刚刚吃饱饭 所以做上一个视频 跟大家讲一个最近 每个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几时接财神 这个话题好像每个人 接近新年的时候都开始在问 大概具体的来说 今年因为立春来得比较早 那么这个新年来得比较晚 所以变成说今年如果想要接财神 我们有两个日子可以接 要是你问我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立春的时候接财神 那为什么要在立春接财神 因为立春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 你注意看我们的那个新年 总是有一个台词叫做迎新春 那迎新春的第一天 在这个立春 也就是说在这个立春我们接财神 其实是比较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通设 立春是在来临的这个阳历 2月3号 我们叫做人五日 具体的是晚上10点59分后 新加坡的朋友 可以来到我们这个黄财神宝殿上 投箱给财神 请求这个黄财神 加持大家在来临的新的一年 顺顺利利 当然我们说接财神 你一定要拜财神 那拜财神就是给我们发个愿 同时在这一天呢 我们有这个可以给你们请上那个很大的发膏 接了财神把这个大发膏带回家 让你一整个新年顺顺利利 开头来个好的兆头 那可能你想要在家里接财神 那先跟你们说 财神爷会在这个正南方来 阳历的2月3号 过了10点59分后 你就可以迎接财神 那怎么迎接呢 你在你家 一定要在客厅哦 不给房间 找出南方在哪里 那如果说这边是正南方 我在正南方的位置 放一个财神爷的这个画像 然后你就朝向那个正南方 看到这个财神爷的画像也好啊 然后就迎接他来南方 看着财神爷 财神爷迎接他来 正南方的位置呢 点上那个水橙香 就是迎接他来的意思 好 如果有一些朋友想要在正月初一 也就是杨历的2月12号 接财神的话呢 朝向正东方 所以有两个位置 比如说新年很多人喜欢在家里 布置啊 布置自己的居家 很像把财神爷啊 去外面买一个财神爷的画像 对吗 然后黏在自己的居家 那如果在新年的这个正月初一 你想要黏上这个财神爷的照片 就要放在正东方 正东方在这个来临的正月初一 OK正月初一哦 现在有两个日子 好 你非常矛盾 你要在立春接财神 还是要在这个正月初一 很多人觉得正月初一比较方便 因为正月初一是一个公共假期 大家都不需要上班 大家都要去拜年 今年这个正月初一 正东方财神爷来 那如果正东位刚好又是死门 所以会有一点没有这样理想 反而在这个立春的时候 正南方来 正南又没有胸位 没有胸心 没有胸门的影响 所以在来临的立春接财神 其实是比较好的 正月初一 因为新加坡 这个也同时疫情的问题很多 这个新加坡的一些 大大的佛堂也没有开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就问 我们来临正月初一会不会有开门 可不可以让他们上香 拜一下财神 拜一下药师佛 这个还在计划当中 还在计划当中 因为我也要去拜年嘛 我会想说应该是要开的 可是有可能会比较晚一点 也许下午啊 很短的一个时间 所以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 YES风水的Facebook page 还有我们的YouTube 我会在当我们工作啊 的人员呢 都可以确定好了 OK 这样呢 我会公布给大家 让大家都会知道 我们来临正月初一 到底皇财神宝殿 会不会开发给大家来 上一下 拜拜一下 分享给大家 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讯 都是很多人在问的问题 希望都可以让你们知道 在这个新的一年 迎新春 怎么样去迎接财神 怎么样去招财神来到你的居家 OK 希望大家会喜欢 吉祥如意 拜拜